今天教给大家的是如何在Premiere Pro里面的创建代理优化剪辑六层 让你4K剪辑起来更为轻松 首先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在创建代理之前剪辑4K视频实在是个折磨 非常的痛苦 你看预览一个4K视频那么的卡 非常影响心情 也影响你的思路 每做一步就要等很久 而且即便是8核心16线程的MD5800X处理器 也是这么的卡 即便是把预览降到1%的分辨率也是非常的卡 另外一位up主天然卷发 他跟我说他的12核心3900X也是一样非常的卡 接下来我们切换到代理 你可以看到这个预览 哇 丝滑般顺畅 整个剪辑流程就变得非常的舒服轻松 好的 首先我们需要在ME创建一个新的编码预设 格式选择QuickTime 基于GoPro Cinephone的预设 视频编辑码签确保是GoPro Cinephone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的ProRes 还有GoPro Cinephone 还有DNX HR 这三种是最适合P2剪辑的格式了 它比H.264的NP4好太多了 只保留了I帧 没有P帧还有B帧 所以它们结码起来非常的快 预览非常的快 当然体积也是非常的大了 接下来质量这里拿到最小也就是1 因为我们只是代理而已 不需要多好的质量 接着分辨率建议设定为1280x720 也就是720P了 帧速率的话就基于原 或者说理想设定为24帧 30帧 60帧都是可以的 产序的话就无产序 组合扫描 长框比的话就放弃下注1.0就好了 接着不用勾选以最大深度蓄浪 也不用勾选使用最高渲染质量 因为我们只需要创建代理而已 不需要多好的质量 只要快就行了 最后我们再命名一下 就比如说Cineform1280x720Q等于1 然后就可以按确定保存这个编码预设 接着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收入预设 接着选择将文件转码的目录 就比如说我存放在D旁的Proxy里面 格式选择QuickTime 预设就是刚刚保存的那一个Cineform1280x720Q等于1的 最后我们可以再命名一下 就比如说在后面加上Proxy 把编码预设和收入预设区分开来 接着我们导出收入预设 接着有两种方式创建代理 第一种就是在你新建项目的时候 勾选收入选择创建代理 然后再选择你刚刚保存的那一个收入预设 代理目标可以选择与项目相同 或者说指定一个位置 就比如说我指定为D旁的Proxy 站存旁这边 我习惯把这些临时文件都存分在D旁的Squatch里面 接着当你把视频导入到项目中 它就会自动创建代理了 你可以看到ME这边自动创建了很多编码任务 编码的快慢取决于你CPU的强弱 你不用以为显卡能搬上什么忙 CODA的随应加速它只搬一小部分的忙而已 大部分公众还是CPU在做的 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有4K视频紧急需求的话 建议8核心起步 而且单核心性能也要强 就比如说AMD的5800X或者Intel的11700K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录好视频之后就让它自己创建代理 然后就去吃饭洗澡看剧什么的 回来之后就可以开始剪辑了 你看这个转码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对不对 如果你不想一导入项目就自动创建代理的话 那也可以选择手动创建代理 首先在先进项目的时候不要选择收入 但你视频导入到项目中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视频右键创建代理 然后还是一样QuickTime格式 还有自己设定的预设 选择存放的目录之后就可以创建代理了 顺便一提 4核心8线程的6700K 还有6核心12线程的3600X 紧急4K视频实在是很要命 创建代理了之后才舒服很多 顺便一提 项目代理原视频最好放在同一个词盘里面 我个人比较偏好的是两个固态的方案 我以前的视频也有讲过两个固态的重要性 真的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好的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期主要讲的是PR如何创建代理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提高工作效率 让剪辑变为更轻松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加个订阅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